因为我也从这个 指尖阶段走过来 我就问你几个 很简单的问题 孩子很小 然后你依然想着 就说要出去玩 你能玩到心上吗 因为我毕竟当妈妈了嘛 我是想出去玩心里面 但是我也拒绝了很多次 咱们不说拒绝的那些事 就是说真正的 就是你出去玩了 跟这些朋友们在一起 你能玩到心上吗 玩不到心上吧 那你跟朋友们 站在一起 你觉得你能融入到 你这些没有当妈妈的 朋友的圈子里面吗 你觉得跟他们还一样吗 有话题聊吗 基本上没有了吧 这个就是生活的改变 这就是我们 面对活生生的生活 我们必须要接受它 为什么有很多的 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 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 站在她那边说 这个爸爸的不是 是因为他们真的是 把自己全部的心血 和所有东西 全部奉献给这个家和孩子 义无反顾 从来都没有小我 只有大家 但是我又能理解你 年纪很轻 就当了妈妈这个心态 没办法接受 这一切的改变 包括你说做指甲 换以前的话 我一定会非常谴责的 但是我又明白你 那一刻你自己的小我 就我还是个孩子 所以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会有今天 这样的经历 就是人生速度太快 步伐走得太快 都没有想好下一步脚 落在什么地方 就迈出去了 那现在到了这种程度 要怎么办呢 就我们只有学着 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而不是这个时候 还是一味地埋怨和指责 确实它有做的 可能让我们常人看来 不理解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全部是指责 给到它的话 它也没有办法承受 同样的它全部指责给你 你能承受得了吗 所以都在这个年纪轻的时候 当了父母 那就彼此共同成长 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 孩子也是第一次当孩子 孩子多无辜啊 那如果是成年人的话 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啊 我觉得你们之后 更多的应该是相互鼓励 而不是埋怨 好吧 都说这么多吧 好 谢谢尚大老师 多谢老师 明显看到这还是个小孩呢 就做了小孩的妈妈了 当然现在说什么 其实都无济于事 对 已经有了孩子 可是 咱们可是 不过 inte 老师 我们刚才所与他 都能够 怪兽 继续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着急好吗